柳如烟掌获小提琴大赛冠军 我匆忙赶去庆功宴 却听见有人问他 你微信里开保时捷的田狗3.23是谁啊 柳如烟漫不经心 四面一死呗 我推门的手僵住了 我的车是红色保时捷 生日是3月23日 我还没来得及落荒儿头 包间里传来另一个声音 我怎么听说你有个小竹马 生日好像就在3月份 柳如烟沉默半晌 才含糊发出一声 嗨 他成绩挺一般的 五音不全 连五线谱都不认识 我怎么可能喜欢他 都是他剃头挑子一头热 田狗当得乐此不疲 我忍不住自嘲地笑 我和柳如烟青梅竹马24年 最终就换来一个田狗的称号 确实 柳如烟一直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上课不听讲 下课不复习 却门门考试拿第一 闲暇时爬上操场的围栏 居高临下奏一曲小提琴 便能引来无数人的尖叫 高考那年 柳如烟更是引发了轰动 能上清北的成绩 却任性地选择了中央音乐学院 他笑得肆意 天才在哪里 哪里就是舞台 而他也确实有狂的底气与资本 短短几年时间 已经斩获海神音乐国际比赛金奖 被媒体誉为超高智商的小提琴家 相比之下 我就黯淡许多 成绩一般般 也没有任何音乐天赋 唯一值得称道的 似乎就是我长得俊美 性格开朗 而且在学校人员很好 是大家投票选出来的学生会主席 所以大学毕业 我没有在考研 而是直接开始工作 而柳如烟则毫不意外地保研了 那时研究生换了新的宿舍楼 我特意请假开车帮他搬行李 到了宿舍楼下 柳如烟拦住想要上楼的我 我自己搬上去就行 你回去吧 我镇住了 半赏才问 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男朋友 在你们这群天之娇子的音乐家圈子里 特别拿不出手 柳如烟颇颇为无奈地刮刮我的鼻子 想什么呢 我是金屋藏娇 免得被他们惦记我的帅气老公 后来几次 我想见他的同学 都被柳如烟以各种理由拒绝 直到这次 柳如烟以为我还在国外开会 所以在朋友圈发了庆功宴的位置 包间李已经换了话题 聊起了弗里茨 克莱斯勒和梅纽英 梅克斯 依稀是我容不进去的世界 正当我准备夺落而逃时 包间的大门猝不及防被打开 一个穿着白色衬衣的男生 略带高傲地上下打量我 你是谁啊 是不是走错了 包间李静默了一瞬间 柳如烟的视线落在我身上 他似乎有一瞬间的慌乱 但很快就镇定下来 你什么时候来的 不是去曼哈顿开会了吗 我犹豫了零点一秒 最后还是若无其事的 刚到 正找包间呢 连我自己都解释不了这个行为 可能是身为商务总监的本能 万事留一线 绝不轻易交出最后底牌的习惯 也可能是想最后欺骗自己一次 只要我不戳破 一切就上有回旋的余地 柳如烟笑着给大家介绍 记博答 是 我的朋友 朋友 我嚼了嚼这两个字 一股苦涩在舌根弥漫开来 包间的气氛很微妙 大家的视线落在我的车钥匙上 表情堪称恍然大悟 但很快那个穿白色衬衣的男孩 就打破了平衡 哈哈 记博答 这名字挺有趣的 我 我还没来得及发作 柳如烟已经不动声色地挡在我们中间 一腾成 就你整天能说会的 一张小嘴巴巴的 赶紧去吃东西吧 表面好像喝止了对方 但话语中却透出了轻易于维护 一腾成颇为无辜地对柳如烟吐了吐舌头 跑去一边吃果盘了 一腾成 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 最近半年 柳如烟经常会提起他 他说学校来了的海归钢琴家 是个叫一腾成的男孩 无论乐感 还是天赋 都丝毫不逊色于他 现在是教授们的心头肉 他半真半假的抱怨 我感觉自己是宠了 虽是抱怨 但我却总能从中听出一种势均力敌的珍惜 这时有柳如烟的同学招呼我坐下 又随口开玩笑 柳如烟的脸色瞬间就黑了 不轻不重吐出一句 滚 将全场气氛推向尴尬的顶峰 柳如烟随手把我搭在一背上的围巾拿来 盖在了自己的腿上 你今天打扮得好隆重呀 不太像平时的你 再说晚上就是个简单聚会 他想了想 又道 一会你送我回家吧 我刚笑着想解释 那头的一腾成突然发出压一声惊呼 柳如烟急忙扭头 就见一腾成一只手上是水果刀 另一只手划破一个口子 隐隐有血丝渗出 柳如烟顿时急了 都说了你的手是用来弹钢琴的 平时想吃什么 不都是我帮你削的吗 一腾成一脸委屈 你那么凶干嘛 我也是怕波大哥生气啊 说着说着 一腾成眼圈就红了 一副想哭 但我强忍泪水的穷摇发 柳如烟猛地抬头看向我 眼神里是掩饰不住的谴责 可我明明什么都没干 为什么他说两句话 你就认定我是罪魁祸首呢 偏爱可以明目张胆 但怎么能黑白不分呢 一腾成原本无力下垂的手 突然动了一下 几乎快要扇到我的脸上 我下意识向后躲避 谁料身后正是一把斜放的椅子 猝不及防之下 我狼狈跌倒 痛得发出一声低呼 柳如烟脚步一顿 刚想查看我的情况 一腾成便软绵绵道 对不起啊波大哥 我不是故意的 只不过我的手实在太疼了 呜 我好怕以后谈不了情 柳如烟的眉心皱起 软颜安慰道 别怕 我这就送你去医院 他摔倒也不赖你 都是他自己没长眼睛 说着 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包尖里沉默得几乎要凝固了 半晌 有柳如烟的同学善善道 啊 这个 烟姐她不是 顿了顿 似乎又觉得无话可说 只好问要不要送我去医院 我摇头拒绝了 一瘸一拐向地下车库走去 没长眼睛 不可否认 我确实是没长眼睛的 怎么看上了这种女人 我在职场上拼了命地赚钱 不到三年便爬上商务总监的位置 我时时都要争低 处处都想压别人一头 买好房 开好车 穿高定 钻戒必须买三颗拉以上的 就为了能够给她更好的生活 而我本来可以有更多更好的选择 可怎么就看上了这个女人 柳如烟 小时候 我父母离婚了 各自组建了新的家庭 谁都不想要我 踢皮球一样把我踢来踢去 想要生活费 就要忍受冷嘲热讽与白眼 那时唯一的未解 就是柳如烟 她会在我躲楼下哭的时候 温柔地拉起小提琴 也会将早餐的包子和牛奶分给我 学校有人说我是没人要的野孩子 她会坚定地把我护在身后 我从小却爱 她是唯一的热源 所以这么多年 我舍不得放手 一声尖锐又轻浮的口哨声 打断了我的回忆 不知不觉间 我已经走到了空无一人的地下车库 一群打扮夸张 举止轻浮的小流氓正对着我 帅哥一个人了 有喝 还开保时捷呢 不会是谁家的小奶狗吧 陪一个老女人就能开豪车 不如分点给兄弟们哗哗 对方已经向着我的方向走来 我下意识后退一步 急匆匆去摸车钥匙 黄耸肩 车钥匙掉在了地上 我刚要弯腰去捡 一只秀丽的手突然出现 抢先捡起了钥匙 一只手须搭上我的腰 都说了让你等我 怎么又自己先下来了 我低头看 是一张陌生的脸 对方看起来不到三十岁 穿着简单的白T恤与牛仔裤 但手腕上却带了一只限量款僵尸单顿 有钱都买不到那种 除此之外 再无装饰 女生一脚踹飞一个小流氓后 其他小流氓拽着人屁滚尿流地退开 女生自拦熟地打开我的车门 上车吧 外面冷 说着 她自顾自坐到驾驶位 随手拿出手机发了条信息才启动车子 直到车子驶入灯火通明的大街 对方才开口 是其从全 不好意思 冒昧了 你放心 我不是坏人 我送你回家 我勉强笑笑 我知道 你这一块表 比我的车还贵 刚才多谢你了 女孩在我的指挥下 将车拐上环路 体贴地不说话了 任由我闭上眼睛休息 很快就到家了 我有些不好意思的 你怎么回家呀 不然我帮你打个车 女生笑了 不用 助理来接我了 车子一直跟在咱们后面 我抬眼看去 一辆黑色兵力正好停在她身边 一个助理模样的人递给她一个袋子 林总 您要的东西 女孩接过递给我 你的膝盖破了脚扭伤了 给你买了些药水 不过如果很严重的话 最好还是去医院 我这才后知后觉 刚才跌倒的时候扭到了脚 隐隐地疼痛传来 女孩转身打开车门 快回去吧 就算是男生 晚上还是要小心些 受伤了让女朋友接送一下也好 我忍不住扯出一个极难看的笑容 我女友 很忙 眼见女生上了车 我连忙再次道歉 今晚多谢你了 女生抬眼看我 笑得脚下 不客气 气走 说完 车子便一骑绝尘驶离了 留下我愣证 她怎么知道我姓际 根据我的经验 我和柳如烟吵架后 一般会有几天冷战 等我受不了主动求和时 她会高冷三连问 知道错了吗 错在哪了 下次还犯吗 可不知为什么 这次吵架我并不像之前一样 抓心毛肝隔三差五看一次手机 也不想主动联系她 但我没想到 这一次是柳如烟先求饶的 起因是一段视频火了 这次我去曼哈顿开会的见习 特意去了著名的考斯安情行 我想得柳如烟挑一把好情 作为礼物送给她 谁知我去挑情时 正好赶上国内一个 网红博主探店直播 她兴致勃勃地采访我 小哥哥买这么贵的琴 琴技一定很厉害 可以给我们演奏一曲吗 我坦然笑道 我是个阴痴 这把琴是准备送给我女友的 她超厉害的 这段视频火了以后 有网友纷纷刷屏 好羡慕她女友 34万美元的小提琴 眼睛都不眨就送了 小哥哥好帅气 说起女友时 眼睛都发光 你啥时候想换女友 可以替我一下吗 我先排得对 结合这些 柳如烟终于后知后觉 拼凑出了一个真相 我在曼哈顿开完会 争分夺秒去给她买琴 然后昼夜不停地赶回来 甚至没有导时差 来不及换衣服 我迫不及待去见她 结果却成为了一场笑话 柳如烟终于忍不住了 她给我发微信 在吗 晚上一起吃饭吧 高冷女神甚至连求和 都带着一丝居高临下的施舍 可我还是没出息地回 好 原本我以为会是一场 两人间的烛光晚餐 谁知却是一群人的狂欢 柳如烟带我来到一个酒吧 一腾成一眼就看见了我们 对着柳如烟招手 这边 柳如烟笑着拉我过去 丝毫不顾我的脸色 已经轻转阴了 久过三旬 柳如烟起身去了洗手间 恰好有人提起了那个视频 对我竖起大拇指 牛啊 三十四万美元 全学校最贵的琴了 我还没说话 一腾成就发出了一声吃笑 愿意给女人花钱算什么本事 女人愿意给你花钱才是真爱 说着 他宛若不经意地摸了摸手腕 一只镶嵌着钻石的手表 正在那里耀武扬威 一腾成略带挑衅的低声道 柳如烟送我的 他送过你什么呢 嘖嘖嘖 他连你的生日 都要写在备注里才能记住 更别提礼物了吧 不被爱的 才是第三者 我笑了笑 只见漫不经心 在背口一圈圈划过 一般款式 年抢上得了台面 打折处理的吧 不过依据我对柳如烟的了解 他手头并不算宽裕 哪来的钱给一腾成买钻石手表 一腾成似乎被激怒了 柳如烟跟我才是狼才女貌 天生一对 我见她的第一面 就对她实在必得 我远远看见柳如烟从卫生间走了出来 昂贵的礼服 精心打扮过的妆发 还有定期保养的皮肤与双手 优雅地像一个公主 但是是冤种王子完命赚钱包装出来的假公主 确实在尚且青涩的校园里有莫大的吸引力 我晃了晃酒杯 小弟弟 你喜欢的不是柳如烟 是哥哥我花钱砸出来的人设 可惜 他没听懂我的好言相劝 反而眼角闪过一丝恶意 猛地攥住我的手喝酒杯 将一杯酒灌进自己喉咙 随即呛得直咳嗽 眼泪汪汪对着赶来的柳如烟哭道 我不会喝酒 伯达哥非让我喝 我不喝 他就惯我 眼计之拙劣 堪比大型耍猴现场 偏偏有人愿意捧场 柳如烟想都不想伸手就推我 你没完了 气伯达 亏得伊藤城还出主意 让我带你来酒吧放松 他跟你能一样吗 他还是个小孩子 怎么能喝酒 我猛地攥住他推我那只手 看着他突然空空如也的手腕 一字一句问道 我送你那块情侣表呢 柳如烟瞬间哑火 他面色不悦地将手抽了回来 隐约有些色力内人 给了我就是我的东西 你管那么多干嘛 说着 眼角不自觉地朝一腾城的手表表去 我几乎气笑了 你卖了我送你的表 拿钱去哄小弟弟 你这双手拉小提琴糟蹋了 应该去拨算盘珠子 似乎不敢相信平时高贵优雅的公主殿下 居然是个算盘大师 其实我并不在意这点钱 而是这块表对于我来说意义非凡 我和柳如烟在一起 是我先表白的 他从头到尾始终是一种都行的态度 在一起也行 分开也可以 换一个人也无不可 直到有一次我过生日 正好赶上柳如烟去外地演出 我闷闷不乐地自己买蛋糕吹蜡烛 就在午夜钟声敲响的时候 窗外突然传来一阵悠扬的小提琴声 我不敢置信地探出头 眼中是被我惊喜到了爸的小得意 柳如烟一向高冷 那是他为数不多带着几分志气的行为 就那么戳中了我的心 后来我俩分吃了一整块蛋糕 他在我的颈窝蹭蹭 有些委屈巴巴 我演出结束就往回赶了 还搭了一段旅车 就为了回来别你过生日 柳如烟告诉我 那晚的小提琴是他自己扑取的 名字叫盛庄 送走柳如烟 我在屋里高兴地转了几个圈 我想 或许柳如烟心里是有我的 第二天 我拿着项目奖金去买了一对情侣手表 柳如烟接过的时候有些诧异 又不是什么结人 怎么突然送这么贵的礼物 我每滋滋拉过他的手 两只手表在彼此的手腕上交相辉印 你不懂 那时的场景历历在目 可却再也回不去了 柳如烟眼见周围人看向他的眼神变得怪异 甚至还夹杂着些许鄙 终于忍无可忍 够了 我折线还给你 我们分手 就在我们分手的第二天 柳如烟与伊藤城在一起了 他们的官宣极其盛大 专门拍了一段VCR发在微博上 视频中 他们一个弹着钢琴 一个拉着小提琴 音符跳跃间 两人不时彼此相视一笑 眼神中是无尽的默契 粉丝们纷纷祝福 哇 两个音乐天才在一起了 祝福 以后他们的孩子会不会生下来就能考钢琴八级 甚至还有媒体凑热闹 珠连闭合 高山流水玉之音 我笑了笑 在下面评论 尊重祝福 但或许可以先还钱 始终没有回复 后来评论被删了 好好好 这么完事吧 就在我撸胳膊挽袖子准备激情开卖时 一个陌生电话突然打了进来 您好 方便面试吗 我 我没好气 不 我是鲁鸡蛋 说完我就挂了 事到太乱了 根本没几个正常人 谁知道没过几分钟 微信突然弹出来一条消息 气女士 我是之前与您洽谈的HR 您不是说会考虑我们公司吗 刚才我们林总联系过您 您可能 刚好有点饿了 总之 您这边方便 面试吗 我瞪着HR看似毫无意义 实则充满深意的顿号 陷入了一腾城 这个槽 我还跳吗 犹豫半傻 我还是冒着丢人现眼的风险 接通了面试视频 两张熟悉的脸出现在屏幕上 一个是之前对接的HR 另一个则是那个在停车场帮我解围的女人 HR介绍她是公司CEO 林又威 一瞬间的错愕过后 我很快恢复了状态 林总 这腰巧 之前的事还没多谢您 林又威今天穿了得体的西装 神情严肃地点点头 不客气 那咱们就开始面试吧 我点头表示可以 同时心下了然 怪不得那天林又威知道我心急 估计是早就拿到了我的简历 也看到了照片 其实面试就是走一个过场 这家公司是大集团旗下的分公司 今年刚刚进入为市 正在组建团队 刚好我之前与集团老总有过合作 对方很早就向我抛出橄榄枝 福利待遇比现在高出三倍 而且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只不过因为分公司有独立CEO 是刚刚从国外挖回国的精英 所以彼此也需要看一下是否合得来 所幸 林又威是一个很有分寸感的领导 她知道公司发展需要什么 但在我的专业领域并不过分干涉 最后我们达成了共识 林又威神情坚毅 充满上位者的威严 欢迎你的加入 我愣了一瞬 觉得她仿佛有点那个大病 但打工嘛 要求就别那么高了 毕竟柳如烟我都忍了那么多年 何况一个会吐钱的故障ATM机呢 在约定了入职时间后 大家便礼貌道别下线了 但我的手机卡了一瞬 退不出去了 就在我一个劲狂戳手机时 见到了一个极其炸裂的场景 林又威先是颇霸总范的扯了车领带 随即一蹦三尺高 他 打 赢 了 不枉我特意换上西装 凸显作为CEO的专业性 我瞳孔地震 不是 谁家好人穿西装只穿上半身 而且下面就穿个热裤啊 但我好不容易把手机重启 H2绝望的微信扑面而来 那个啥 请问您近视吗 等等 您为什么关机了 听我解释 我们老板只是开心的像个200斤的孩子 而且不太熟悉视频会议系统 但我们是正经公司 我努力忍效回复 谢谢 我不近视 两只眼睛都是5.0 一个月后 我完成了离职手续 并入职了新公司 第一个项目就颇有挑战性 对接的王老板刚好是我打过交道的 是个油腻又难搞的啤酒度男人 小手指还留着长指甲 传闻男女通吃 饭桌上 他一瓶白酒下毒 又开始说起了昏速不济的黄段子 我和林又威交换了几个眼神 彼此都有点逆反 王老板借着酒劲要拉我的手 纪总 我可太欣赏你了 你长得帅气 人也 就在这时 林又威突然淡淡道 纪总 开一下门 屋里太闷了 同时不捉痕迹地替我挡下王老板的闲珠手 我顺势起身去开门 没想到猝不及防看到了柳如烟和一腾城 两人似乎刚刚争吵完 一前一后保持着两米的拒绝 彼此没有眼神交流 也不说话 原本我不想多说什么 没想到柳如烟抬眼看到我 声音里透出几分惊喜 博答 你怎么在这儿 身后的一腾城文言抬起头 看向我的眼神带着几分愤恨 柳如烟向前迈了几步 似乎想多跟我说几句话 谁知王老板左摇右晃 打着酒格凑了过来 他费力地睁开眼睛 打量柳如烟 我知道你 你不就是之前纪总养的小情人吗 他总给你买着买那的 则 柳如烟自尊心最强 眼中几乎要喷出火来 我是小提琴家 不是小情人 我一息感觉事情要糟 但我没想到能遭到一个新的威度 王老板闻言 先是点点头 随即竖起一个大拇指 都拉曲而卖一挡 当天的场面一度很混乱 柳如烟怒火中烧 当场骑在王老板身上一通暴揍 一腾城充当分围组 一个劲尖叫 林又危在混乱中 挡住一个突破重围 不屈不挠奔我而来的酒瓶子 我看着毫不犹豫 挡在我身前的女人 还没来得及感动 就听喷一声 苦逼林总不幸被酒瓶击中 喜提鹅脚一片叉子烟红 我匆忙扶住她 凑近查看她额头情况 谁知林又危盯着近在咫尺的我 瞪大眼睛三秒钟 随即 一股热流突然顺着我的脸颊流下 我诧异地摸着脸上的血 这货居然喷鼻血 对面林又危捂着鼻子 脸红得要命 对对对 对不起 好的 场面更混乱了 是柳如烟先动的手 随即问王老板 接受调解吗 王老板捂着啤酒都骂道 调解她姥姥 小王八蛋 老子让她进去蹲着 柳如烟此事后之后觉得惊慌起来 博答 我正忙着向服务员要毛巾 帮林又微副额头 压根没理她 咋 大鼻涕流到嘴里 你知道甩了 闯完祸 你知道喊了 警察疑惑地看了看我 问道 两位是什么关系 闻言 柳如烟紧紧地盯着我 我笑了笑 云淡风轻 前女友 跟仇人差不多 柳如烟钻紧手 骨节捏得咔咔作响 以前柳如烟也冲动之下打过架 是我帮她摆平的 她似乎觉得那并没有多难 不过是赔礼道歉 外加赔点钱罢了 可现在 我为什么要管她呢 成年人总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由于王老板拒不调解 再加上对方法务团队出马 柳如烟很有可能会被判刑 直到柳如烟的父母赶了过来 当了一辈子老师 从没弯过腰的两人 为了女儿 终是妥协了 两人满脸疲惫与沧桑 对着王老板鞠躬之前 柳甫第一次动粗 先是扇了柳如烟一巴掌 随即压着她的后脖子逼她赔礼 柳如烟眼底全是红血丝 半赏才屈辱地挤出一句对不起 最后王老板收了柳家父母 东拼西凑来的钱 这才稀释宁人 柳如烟的学校终是顾及她的才华 没有开除她 寄了个大国 全校通报批评 她甚至还发了一条微博秀恩爱 很后悔你最难的时候 我没有陪在你身边 没关系 以后每个重要时刻 我都不会缺席 配图中柳如烟被她搂住 安静如鸡 表情甚至堪称麻木 恰逢中午休息 我啃着三明治看到的时候 笑得办公室屋顶都快飞了 片刻后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一条小缝 林又微的脑袋硬挤了进来 需要午饭打字吗 我 我还没说话 她已经自来熟地进来了 手里端着两个硕大的饭盒 坐在我对面 我竖起大拇指 林总挺能吃啊 厉害 林又微被噎住了 半嗓才叹气道 你还是跟小时候一样啊 我皱眉一护望向她 林又微似乎有些失望地搭了下脑袋 你还记得小时候院里的外来户吗 我大惊失色 哑巴妹妹 你怎么会说话了 医学奇迹 林又微忍了又忍 这才没把饭盒扣我脑袋上 我根本不是哑巴 小时候大院里的孩子抱团 排外 有一段时间搬来一户人家 是一对夫妻带着一个 比我们小两三岁的女孩 听说是从国外回来处理家事的 理所应当女孩就变成了欺负的对象 后来大家发现不管做什么 女孩都不说话 于是猜测她是哑巴 变本加厉地欺负她了 那时候因为父母离婚 我算是大院里的异类 除了柳如烟 没人愿意跟我玩 甚至还会捉弄我 起初我很庆幸有这个女孩的存在 因为自从她来了 我被欺负的次数就少了 有一次 甚至有人邀请我一起去捉弄她 他们早就发现 女孩格外害怕飞蛾 于是大家一起捉了几十只硕大的扑轮蛾子 最大的那只 几乎有小孩的手掌大小 趁着大人不在 一伙人悄悄跑到女孩家的窗口 他们将装满飞蛾的袋子扔了进去 随即死死抵住窗户 瞬间 惊恐地呼叫响彻房间 啊 所有人爆发出一阵大笑 哑巴急了也会哑哑叫 那天我没有参与 只在家里跟去参加夏令营的柳如烟打电话 听到声响 我匆忙跑了下来 小孩们已经跑了 房间里隐约传来低声的抽烟 以及翅膀煽动的啪啪声 我仗着身子瘦小 硬是从窗户挤了进去 房间里到处都是扑轮蛾子 看得人头皮发麻 角落里那个女孩蜷缩着抱着膝盖抽气 她鼻尖上正停着那只最大的飞蛾 救命 我也很害怕啊 但想起平时被欺负的自己 我终是鼓起勇气 想要上前赶走飞蛾 结果惨遭飞蛾扑脸 惨烈下晕 当天晚上还发起了高烧 医生说是惊吓过度 等我好起来 哑巴妹妹一家已经搬走了 随着我长大 这件事情几乎被我遗忘掉了 谁知当年可怜兮兮的女孩 变成了如今的上司呢 林又威说当时我下晕在地上以后 她都惊呆了 而我还在不屈不挠 含糊不轻地安慰她 哑巴妹妹别怕 蛆蛆蛾子而已 我保护你 我们彼此对视 沉默半晌 我颤颤微微开口 实不相瞒 我脚趾已经抠出了一栋别墅 还是带地下室和阁楼那种 到底是谁给了小时候的我勇气啊 林又威被逗笑了 不过还要谢谢你 我那会儿得了自闭症 几乎不怎么说话 看你晕倒了 我怕你出事 这才打电话叫人来帮忙 我父母当时听见我说话了 差点痛哭流涕 后来他们带着我出国了 我在想找你 就联系不上了 直到 直到这次回国任职 拿到总公司给出的商务副总人选简历 熟悉的名字 配上照片上依稀可变的梅雨 终于让她确定了 我就是当年二得惊天动地的小男孩 片刻之后 林又威推给我一个饭盒 给你带的 我看你每天中午就吃三明治和黑咖啡 对位不好 尝尝我的手艺 饭盒里是色香味俱全的土豆牛肉 菠菜粉丝 还有三只包了壳的大虾 林又威甚至贴心地在米饭旁 摆了蓝莓和草莓当餐后水果 我并不傻 但也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她 只得大口干饭 林又威在我对面漫条丝里地等着 直到我吃完 她自然地伸手拿饭盒要去清洗 我赶紧护住空饭盒 那门儿好意思 我自己来 林又威突然对我笑了笑 没关系 你不用着急 你这么好的人 值得享受被爱的过程 我于愣正间 被她抽走了空饭盒 对方笑得像偷了新的老鼠 大摇大摆去刷碗了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突然震了一下 一条微信盘了出来 柳如烟 对方向你转账 0.01元 我嘴角抽搐 这是想试探一下我有没有删掉她 但是不小心玩脱了呗 许是柳如烟也知道自己犯唇了 索性开门见山 你没删我 你是不是还放不下我 我无语道 大姐 首先你答应折线还我的钱还没给我 其次 上班很累 很需要吃点瓜调剂一下 这倒是实话 之前伊藤诚为了炫耀加了我微信 这段时间看两人在微信上 秀你话我猜的爱情很解压 通常都是伊藤诚在朋友圈发 啊 好喜欢这款鞋 帮我选个戒指 女朋友答应送我当生日礼物 哪个好看 然后柳如烟就在下面回 宝宝喜欢就买 隔不多久 伊藤诚就心满意足得到了想要的 而柳如烟的朋友圈则明显少了很多聚餐 听音乐会之类的活动 回完柳如烟 我就去开会了 等到三个小时的会议结束 我才有空看手机 柳如烟自顾自已经发了几十条微信 全是在涂枯水 他说伊藤诚不懂事 经常无理取闹 每次他想练琴时 就不许柳如烟打扰 但是当柳如烟想练琴 伊藤诚就会让他陪着逛街 他不去的话 伊藤诚就会生气争吵 偶尔伊藤诚还会跟我攀比 让柳如烟带他去以前我们约会吃的高档私家菜 柳如烟压抑着不耐烦告诉他 那些餐厅只接待会员 没有我 他也进不去 伊藤诚根本听不进去 主打一个前男友有的 我也得有 被警察抓起来时 伊藤诚只是害怕了 不想跟他一起面对 他自嘲道 如果当时他真的进去了 伊藤诚肯定第一个撇清关系 微信最后 柳如烟第一次低头示弱 我后悔了 博达 我们可不可以重新开始 当初你买给我的琴 还没有给我 让我再为你拉一曲盛装吗 我表示很感动 随后吓得把他删了 还不还钱不重要 有跟他纠缠的功夫 十倍的钱我都挣出来了 而且他可能不知道 带回来的琴早就被我挂在二手网站卖了 卖的钱被我拿来添了三双手工皮鞋 两套西服套装 一支定制款手表 果然还是给自己花钱最香 自从我把柳如烟删了 公司仿佛开了挂一样签合同 当月流水过亿 对此 林又威特别心悸道 你看 他挡了你的财运 嘖嘖嘖 要是我 这样的女人可不敢要 我 我虚心求教 那你喜欢哪样的男人 详细说说 林又威喷了一口茶 倒也不是那个意思 这段时间 林又威天天给我带饭 还声称范搭子文化 是我国优良传统 必须发扬光大 说不动心 是假的 与柳如烟在一起 我整个人特别紧绷 还有若有若无的自卑 但与林又威在一起 会觉得整个人格外轻松 有时候哪怕不说话 只是在一起各自处理工作 彼此也不会觉得尴尬 她在大部分时间 会让我觉得如沐春风 但偶尔也会在我面前 表现出小幼稚 就比如现在 我震惊地看着林又威 以及她手中 赠光瓦亮的唢呐 这 这就是你说的 要给我的惊喜 林又威骄傲地扬着头 你不是喜欢音乐家吗 我也可以 我学了很久呢 现在超厉害 说着她特地整理了一下发型 将索娜放在嘴边 深吸一口气 随即一曲高亢嘹亮的 父老乡亲 响车整个房间 我麻木 震惊 不知所措 她激动 骄傲 越战越勇 异曲终了 她期待地看向我 怎么样 好不好听 我不忍伤害她脆弱的小心灵 只得郑重点头 宛若天赖 就在林又威激动不已 大有响再来一曲的架势时 敲门声响起了 我打开门 柳如烟面目憔悴地站在门口 见我来了 她眼中亮了亮 博答 我总算见到你了 我还没说话 一个脑袋便从后面架在我肩膀上 还狗胆包天地蹭了蹭 宝贝 谁啊 我无语地看看林又威 你这是生怕气不死她 对方无辜冲我眨眨眼 嘿嘿 我彻底没了脾气 只好对眼睛喷火的柳如烟冷漠道 什么事 柳如烟捏紧了拳头 脸上清净暴起 就在下一秒 林又威冷笑了一声 高高在上轻视道 又想打人 小屁孩 最没本事的人才只会挥拳头 你敢对我动手 我一定送你进去 说着她单手撑在门框上 微微俯身直视柳如烟 我 说 道 做 道 林又威吞去内附在我面前的幼稚与温柔 骨子里依然是在名利场上杀伐果掘的总裁 也是在这一刻 我终于发现了 小时候自闭 不说话 害怕儿子的哑巴妹妹 终于在漫长的岁月里 近乎残忍地自愈了 如果她可以 那么我是否也早已不是儿时缺爱的小孩 缺爱的人 凭什么不能自爱呢 柳如烟眼里闪烁着水光 哀求地看向我 博达 求你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 乐团已经向我发来邀请 许诺我首席的位置了 我会变得比她更优秀 你回到我身边吧 好吗 我仔仔细细打量眼前的柳如烟 她看起来过得不太好 衣服皱皱巴巴 想必伊藤诚没有帮她熨烫 她自己也不会 原本细腻的皮肤上 泛着油光 没有我替她付皮肤保养的钱 她越发不像那个高贵的公主殿下了 半上 我终于笑了 柳如烟 你是不是觉得 我永远是那个离不开你的小男孩啊 我原来接受你的冷淡 是觉得你终有一天会被捂热 但当我发现你骨子里 其实变成了烂人的时候 那还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呢 成熟点吧 你已经被我放弃了 我可以接受一切沉默成本 你知道我绝不会回头了 再次看到柳如烟的消息 竟然是从咖啡厅的电视里 那天我正和林又威喝下午茶 电视里突然播出一则新闻 天才小提琴家受伤 其男友行凶被捕 原来在柳如烟加入乐团的晚宴上 他当众演奏了一曲盛装 就在所有人鼓掌喝彩时 伊藤诚突然持刀冲出 一刀砍在柳如烟的手腕上 当场血流如注 伊藤诚被警察抓住时 还笑着对脸色苍白的柳如烟道 记得我说过什么吗 你不可以比我更优秀的 既然我没有当上首席 你当然也不可以了 事后才知道 伊藤诚极度心极强 原本就不满意柳如烟对我于情未了 再加上他受邀成为首席 而自己却没有 强烈的极度之下 让他决定毁掉柳如烟 给柳如烟治疗的医生有些惋惜道 你以后不能弹琴了 哎 其实那男孩力气不大 若是你当时戴了手表之类的挡一下就好了 我看你这手腕上有常年戴表的痕迹 怎么刚好那天没戴呢 柳如烟文言愣正半傻 突然哭了 不知道在哭自己陨落神坛 还是在哭其实一切本不必发生 伊藤诚因为故意伤人被捕 被判刑入狱 柳如烟一蹶不振 宣布退学 一时间众人唏嘘不已 网友纷纷评论 两大天才陨落 物是人非 讲真 天才和疯子果真一不知遥 太可怕了 不希望女友比自己强是什么心理 随即有爱地位 今天也有好好给老公做饭的网友发布评论 自私的爱太可怕了 我无语看着认认真真发评论的林又威 你几岁了 对方捂住心口 刚刚答应做人家男朋友 就开始嫌弃我了 我哭笑不得 好好说话 不许装可怜 距离我和林又威在一起刚刚一周 她已经成功发展到被全公司嫌弃了 秘书找她看文件 林总 这是新的合同 林二伙 同喜同喜 以后我和博大婚礼一定给你发请柬 宝洁擦的喊他让一下 抬脚林总 林二伙 你怎么知道这是博大给我买的鞋 简直令人发指到人神共愤 对面的女人还在喋喋不休 很烦 也很甜 傍晚的阳光透过落地窗洒在她身上 勾勒出一圈光运 我突然神差鬼使亲了她一下 林又威瞬间实话 半赏才颤颤巍巍 能不能申请再来一下 我刚要凑上去 她突然抬起头 看着位置刚刚好凑到我眼前的林又威 我终是笑着吻了上去 正是眼前这个女人告诉我 你想要的一切 都值得点起脚努力实现 唯有爱情不必